继母和妻子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矛盾 就比如说蒋介石的儿子蒋金国 他是老蒋跟发妻毛孚眉省的孩子 和继母宋美龄之间就是水火不如 蒋介石在位的时候 极力缓和两人之间的关系 效果也是显著的 有段时间他们的关系 好到让人误会 蒋介石的两个儿子都是宋美龄省 但是为什么在1988年 蒋金国去世之后 是为母亲的宋美龄 连儿子的葬礼都没有参加 只是留下六个字转身就走了 让蒋金国的第四次讲教育 都敢怒不敢言 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呢 不要着急写信一下 蒋介石的一生 除了最后一任妻子宋美龄段 还有过三段失败的回忆 第一任妻子也就是蒋金国的生母毛富梅 是家中长辈在他15岁的时候 强行安排的 所以蒋介石对这门其实很不满意 在结婚后不久 就逃到国外去留学了 留在家里的毛富梅意外发现 直接怀了身影 这就是蒋介石的第一个儿子 蒋金国 在21世纪的现代人看着 蒋介石这种无负责任的行为 是很多道德的 后来 在宋子文举办的一场晚会上 认识了年轻 董时尚还留过学的最美力 夏令决心 目击一切代价 要把美人娶回家 在两人结婚之前 蒋介石就在报纸上表示 自己有过三个天人 跟发起毛富梅 当作离婚了 后来的姚氏和陈氏 并没有过婚姻关系 这才跟宋美玲顺利了婚 而此时老蒋和毛富梅的 大儿子蒋金国 还在苏里 并没有参加婚礼 1937年4月27日 他带着老婆和孩子 回到国内 这才第一次见到母亲大人 因为在国外的时候 蒋金国给父亲的信价 就一直这么称呼宋美玲 蒋介石一直以为 儿子跟老婆关系还不错 但是无论父亲什么是颜色 蒋金国嘴里的母亲 两字始终交不出来 只能称呼对方为蒋夫人 由此可见 两人之间的关系有多数 蒋金国觉得 如果不是宋美玲出现 母亲毛富梅 就不会跟父亲离婚 不途中了 所以好母亲的形象 跟蒋宋美玲 从来不沾边 之所以能尊敬地面对她 是因为父亲对她的爱和自身 比较的修养大人 而在当时的宋美玲心里 只把对方当作 争夺她在家里地位的掠夺者 毕竟只是名义上的儿子 又不是亲生的 下瞧蒋金国的出现 又一次提醒她 不如生育的事实 这才会对这个儿子 露出了不善的信息 所以在两人刚刚认识的时候 关系始如飞火 根本没有半点情形 然而就在两人关系 还没有缓和的时候 蒋金国就被父亲 召回老家学弟传统的话 这样的安排 郑重蒋金国的下手 因为她的生活 就在老家的祖宅 祖孙三代也过了一段 无私不孝的幸福时光 好景不长 1937年七七事件爆发之后 蒋金国虽然不舍得母亲 但身份让她必须 回到母亲身边杀地报告 蒋金国这才告别母亲 踏上规律 只是她不知道的是 这是跟母亲最后一次前面 之后毛复梅 活在了祖宅 被人家对不断攻占 她自然没能卸免的事 蒋金国也被安排到了 父亲身边学习 就是这样的一个体积 让她和宋美龄之间 爆发了第一次动作 因为时局混乱 蒋金国被派局调查 经济贪污和走私的事情 可这一查就查到了 孔江系的儿子孔令坎身上 孔令坎的母亲正是 宋美龄的姐姐宋爱玲 蒋宋和孔家 并没有任何学与她的关系 所以蒋金国直接软禁了 当时人说好没有收入 蒋宋美龄知道后二话不说 但人厉害 这样的行为直接破坏了 蒋金国整顿财身的技能 可是不仅蒋介石 并没有责怪欺慕 反而是骂他抓贼 抓到自己家里面 蒋金国这才明白 父亲对宋美龄的欺慕 便没有当初的理解和划 转身去做一些 跟政策保证 没有关系的坚持 这样的做法 却缓和了跟宋美龄的逃脱 一家三口度过了 一段难得的孤独出场的时光 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之后 蒋介石再也没有关系 的一切结束 很多事情都是交给蒋金国 和宋美龄去办 宋美龄如今也是个明白的 知道就算自己再等了 曾国 张家全 蒋介石的接班人选 还是长子蒋介石 想通了这点之后 他就经常帮蒋金国处理政务 一直到蒋介石去世之后 宋美龄都没有对掌控台湾政权 有什么心思 让蒋介石顺利地接手的台湾政 自己轻轻松松地飞到美国 一样偏年去 宋美龄在异国休养的时间里 蒋介石经国经常给她解析问问 请教政务上的处理方式 宋美龄都一一解答 小蒋也非常听话 长此以往 两人就形成了一种默契 那就是宋美龄做决断 蒋介石 就在宋美龄以为自己能够远程掌控蒋介石 那时候 新中国与美国建交也断交台湾的决断 直接戳破了她的幻想 蒋介石经国一时间也没有扶椅 就照常向母亲引脚 不向宋美龄不知道其中的利益 让她严重外折换 蒋介石经国一直参与这件事 自然知道其中的门道 新中国与美国建交是大事所需 仅凭她一人指令 不是没办法做事 所以便没有听从母亲打着的话 这也导致了双方生了五个月的气 断了五个月的联系 之后还经常教导蒋介石 1986年在蒋介石百年受担的时候 宋美龄突然回到台湾 并且在丈夫纪念会上念了一篇文章 《我将再起》 让很多人觉得 宋美龄这次回来 是准备跟蒋介石争夺台湾正确 就在此时 宋美龄却做出了发现相反的阶段 那就是单独见面安抚反对歌星的元老 事后功成深吞 这一举动不仅缓和了党内的危机矛盾 还在政治舞台上推了蒋介石 把他送上台湾正确党人的位置 然而在老蒋家 女人的命运男人尝试 这句话非常地活种 蒋介石 蒋介石继位后 因为中人焚劳 救急不保护化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迟失不过 也让人远赴美国 请回了季度送为例 这段时间 不管他有多忙 都会准时给母亲亲爱 直到1988年1月13日 蒋介石继位突然没有了呼吸 做美丽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 沉默了晚天 才说出了 真是人生无常的旧 说完也不打一声招呼 转转回美国 或许在别人的眼中 是两人不合不相受理 但是做美丽的心理 早就放下了之前的温血 只不过是看着自己最亲密的人 一个个体系 让她的内心感觉十分孤独 所以才会没有参加 儿子的当务之后 更让人可惜的是 没过两年 蒋经国的第四个儿子 蒋孝武也跟着走 真是应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句 也正是因为蒋孝武的死亡 老蒋家才正式退出了 正式的舞台